新车给你干按揭 怕被骗爆炸 点赞收藏转发给你身边准备按揭干新车的宝贝们 这些只讲干货 现在你去塞店买台新车 谁敢骗你啊宝贝 谁敢忽悠你啊 互联网时代 商家与消费者的认知差几乎被打没了 但凡你手机里边有个抖音 你就是摇头晃脑啥头明白 现在你到塞店不用你知识 销售就跟你说一年是几个点 去年还有钱之利息的这几个案件 今年没了 你不用管什么等额本息等额等级 成本等息 万七八糟你也不明白 你就记住了 现在只要做四大行的案件 基本没有前置利息的 基本上从第一个月到六十个月五年起 已经跟利息从第一个月到六十个月都是一模一样 不会发生变化的 记住四大行是怎样 其他的尽量别做 再也就是按揭买的话 要比全款会多给你优惠按揭额度的8%到10个点 现在常规赛电给你做的利息 基本不会超过一年4.8个点 5年24个点 都是可以两年或者一年提前还款 没有违级 再跟你自己谈 两年提前还款来算 一年4.8两年就是9.6吧 那比如说你要买的这台车 按揭要比全款多给你优惠按揭额度的10% 那两年提前还款 依稀你只成达了9.6 你还可能占0.4的便宜 为什么现在有这种便宜能让你占 最主要的原因是啥 物质现在汽车价格钱 汽车按揭金融它也卷了 它就独你两年之后不会提前还款 像这种按揭口的 再过段时间估计就没了 但凡现在去赛电问过的 这笔账 我相信视频前很多要买车的宝贝都能算得明白 不要一整别人跟你说按揭全是坑 按揭全是坑 现在没有傻瓜了 你真当五六年前七八年前给你来个砍头戏呢 谁敢这么找 银宝监会摆设吗 只要遇到了一些和坑你的人 银宝监会电话打冒烟 他直接给吓蹦起来就完事了 多方万我其他视频只应能帮到你 还有就是所有车的行情近两个月我给你分析的头头脑呢 几乎涵盖在市面所有的品牌 一定记住下半年买车不能比商年贵 祝你们身体健康 越来越好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董事帝竟要排行榜 我盼气的蹦起来 如果近期想买车可以去董事帝看一下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 让你买车不买贵